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微笑 今天是6月4號風起開荒的第六天 不過這支影片會先以第四、第五天來做介紹 這兩天人剛好在外面沒有錄製到影片 那第六天又是關於限定時開放的日子 全部集中在這部的話影片時間會太長 所以分開來做介紹 第六天的影片也會再晚點發布 那在開始介紹之前也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微笑我接到三幻的工商啦 沒想到玩了半年之後還可以接到三幻的工商 如果你們看到這支影片想要回來玩三幻 或是說想找身邊的朋友一起加入三幻 可以幫我使用置頂留言的下載連結 非常感謝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一下小鈴鐺 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先來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兩天的排行榜還有戰力 可以看到畫面上是第四天 我的戰力接近50萬 那排行掉了三名左右 是19名 主線則是完全沒有退步的 仍然維持在第六名 也還算是前段班 進入第五天後 戰力成長就變得蠻緩慢的 今天只增加了10萬戰力 那排行榜直接掉了蠻多 來到了23名 至於主線的話 則是還是保持差不多的狀況 感覺我的隊伍不曉得是為什麼 主線不太會卡 那來到了第七名 現在來看到這兩天開放的一些新系統 我們在第四天等級差不多到一定的程度 就會開啟裝備精煉 那這遊戲精煉石我覺得真的是給的很少 對比三幻來說真的少了非常非常多 可以看到我這套裝備就是我所有的精煉石 這幾天起來所有的精煉石 那其他格子的武將 則是完全沒有精煉的 一級都沒有 我的主要思路就是培養我們的主C 讓主C的裝備還有所有的東西都是達到最頂 可以保持它輸出的能力 不過說起來也挺奇妙的 我已經把所有的精煉石都灌到這號裝備上面了 但也都還沒到達我的等級上限 所以就是說這款遊戲風起三國 它的精煉石在全期絕對是非常缺的 總之就是告訴大家 儘量先把主C的裝備達到最高 不能再強化還有精煉之後 再來搞其他武將的裝備 接下來是在第四天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官爵升到週末 花兩個指令 那指令的取得管道非常容易 每天的競技場商店都可以買一個 那再來的話就是42等 要兩個成令 成令的話也是在競技商店 以及拍賣都可以獲得 競技商店的話則是每週可以購買一個 那也是建議大家一定要買下來 我們在42級如果當下馬上就升的話 它的特權是每日的中午體力 增加60是非常多的 那再來就是要在四個 也是8點的時候再增加60體力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 在第42等還有第50級時 先把這個成令準備好 才不會到等級到 然後結果令不夠 那導致我們少領了非常多體力 這邊也建議大家 就算升到週末 不再需要指令的時候 還是可以每天把它買下來 我們在包包裡賣掉 可以兌換150的元寶 那10天就是1500 一個月就是4500 有買跟沒買的人 他們差別還是挺大的 接下來繼續看到也是同為第4天 等級到會開啟的副本 瘋火師篇 分別是鼠還有魏跟無 每天不斷進行的輪回 那這邊也是建議大家 等到晚上你們戰力最高的時候再一次打 他跟秦王一樣都是會繼承武將的血量 每關不斷的繼承 那晚上應該會是你戰力最高的時候 再來打 CP值是比較高的 再來是瘋火師篇 旁邊也有一個全新的副本 我忘記是第4天還是第5天開啟的 叫做週長戰役 它是屬於1到5 每天都會推出一關 那我們要在每週日之前把它全部破完 才能拿到所有的獎勵 那我覺得還算是挺簡單的 重點就是在於我們要選擇困難的 困難的你只要打過 就不用再拿普通的了 就我們通關的速度會比較快 那應該都是在禮拜日的時候 只要你不要太落後 都是可以一次把所有的戰役給打完的 在第5天 只要是有購買包子的玩家 沒意外都會來到40等 在招募這邊同時開放了心願單 可以選擇兩個你想要的武將掛上去 那這邊有幾個限制就是在於 你要心願的武將一定是要你本身 最少有一隻本體才可以放上心願 假設微笑我現在沒有點尾 所以我沒辦法把點尾放到心願 它會顯示你沒有該武將 所以一定要擁有一隻武將 才有辦法放到心願單 在第6天我們最少要抽出關羽一隻來 也是這個原因 在之後關羽的活動結束 才能把關羽放到心願單 還有這邊心願單的概率 大家也要看一下 它是可以各提升30% 也就是我在招募到這個冥將 在3%之內招到冥將之後 有30%的機率是可以拿到張心彩 另外30%的機率是拿到黃中 所以說這邊非常不建議大家 應該是說絕對不要 只選擇一個心願 如果你們只選擇一個心願的話 它的機率也是一樣的 你就是抽到冥將之後 有30%的機率可以拿到張心彩 那另外70%就是歪到其他的東西 這邊也來說一下關於心願抽取的建議 風起跟三幻他們的概率還是差蠻大的 風起只有3%的概率 算是非常難抽到 因此小克還有無克 就沒有必要保持一天一心願了 那個難度還是非常困難的 就算抽了50抽 都有可能沒有抽到你想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隨緣抽就好 那至於中克的話就可以保持一天一心願 大克的話就把兩心願給抽下來 就沒有必要再抽了 因為歪到其他武將的機率還是非常大的 另外來講一下關於三合設計圖 也是蠻多人在詢問的好奇的地方 三合設計圖獲得的方式 就是我們在挖藏寶圖的時候 有概率可以獲得這個三合設計圖 那藏寶圖獲得的方式 就是我們在隨意的地方進行洛陽產的挖掘 像是我現在在狼牙這個地方 那挖到的藏寶圖就會是狼牙的 不過它跟重寶不一樣 並沒有說一定會挖到的位置 算是隨機的 你今天在這個相同的地點 可能挖了五次沒挖到 那挖十次就會挖到了 就是完全隨機 看我們的人品還有運氣 拿到藏寶圖之後 就可以點開藏寶圖然後挖 像我現在在隨意的狼牙地方這邊挖了一次 它會告訴我們在哪邊 那我就運氣不錯就可以直接拿到 那三合設計圖是一定有的 它會額外再給我們另外一個寶物 這個則是隨機 可以看到我在狼牙這邊 又收集到了一個三合設計的碎片 那每個層都會有對應的碎片要收集 集滿之後就有辦法合成這個三合設計圖 可以看到我的第一張五個層都已經集滿了 那集滿設計圖之後 它就會顯示這個大寶物的位置 像微笑我就在長安的上面 那如果說你們今天沒有集到 在這個地方挖是完全挖不到東西的 一定要自己完整收集到 才有辦法去這個地點挖 那通常挖出來的東西會是2000多個元寶 或是3000甚至說十幾個護符 還是非常豐厚的 那這邊也是建議大家 先把每個地點的重寶都挖完 再來收集這個設計圖 因為設計圖它是完全隨機的 你有可能今天挖了20個 就連長寶圖都挖不到 各別說是收集這個設計圖的碎片了 我們還是先以重寶為主 重寶都挖完 再來收集這個設計圖會比較好 那麼風起的四五天開荒介紹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休息的報告 打提到 CHRIS 鬼神還給 預算收銀 而等受死 不要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